大家好,我是孫運氣,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是八個字,就是中美開拖,淡有開波 講講港股,早段都是低開,下跌的,但跌得不算多 上半場跌幅是80-200點左右,不算特別厲害 但到下半場,就不多點檔,跌幅持續擴大 一到600點又多,真是恐怖 全日跌557點,收24705點,成交也多,1667億 今天的市場,下跌和強勢股都頂不住有關 昨天是騰訊和港交所頂著的市場 今天這兩隻都要跌下來,而且跌比市場還要多 其中騰訊跌至5%,補了裂口 這天彈上來的裂口就補了,走勢一般的 港交所好一點,裂口未補了,但都要跌至4% 城外市下跌的主要動力,反而 一些之前比較弱勢的股,包括857 以至有人說是藍燈籠的中移動,反而是逆市上升 另一市的跌幅叫做稍稍收窄 比最低位的手 整個市場,今天的市場真是肉酸 為什麼這麼肉酸呢?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點題的8個字 就是中美開拖 但不有開拖,開拖可能就逐一點 就是打架的意思,中美就打架了 當然,這個打架初步都是外交上打架 或者未知軍事上的衝突,但外交上打架也是麻煩的 因為之前節目都提過了,美國突然要求中國關閉在 休斯敦的總領事館,接著引發一輪的外交風波 中國說了要回應,會反制的 那今天就有措施了,就說要關閉美國在成都的總領事館 這個是其中一個,而且休斯敦的領事也挺強的 他說,你叫我關閉嗎? 我就,不關閉,我繼續遇上運作 看看到時怎麼樣 就像特朗普常說那句話 看看怎麼樣,等著朝,wait and see 看看怎麼樣,let see 他就這樣說了,特朗普 現在好像回了一句不上下的意思 let see,到時你耐我怎麼行 總之衝突的勢,就好像很厲害 之前特朗普威脅,隨時多關閉你幾個 現在這樣,中國就既關閉你一個 然後休斯敦就不理會你 起碼這一刻還說不理會你 最後那刻會怎樣,不知道 那個勢頭好像想跟你站著硬 硬鬥硬,所以發展也是令大家有點擔心 所以呢,一出了這個反制之後呢 內地股市就不多碰檔 之前其實我也提過的了 這個所謂小雙頂的項線呢 是有阻力的,之前試一試呢 已經不能夠就 穿一穿就馬上下來了 出現一個 刀磚垂頭的走勢 那今天再做大陰燭來嘆一下 受到中美開拖的消息打擊 穿迷十千線,走勢是弱的 與此同時呢,不單止是內地的股市受影響 那麼 港元也有些消息 就是說呢 有些對沖基金就開始想對付港元 那麼根據外電的報導呢 有 周四,美國突然間要求中國 關領事館過日 就有大量的 關於港元的期權 就是體探用的 已經相信是凝沽期權 凝沽期權的交易 涉及的價值去到35.7億美元 不少的 起碼是至五月以來最多的 其中一半呢 是港元 就跌到7.85的藥方保證的位 那就是有段時間跌了 現在是7.75,就跌到7.85 換言之呢,淡友就開波 不單止是開股市波 即是內地股市開,香港開 而呢 港元都開了 那麼整個形勢呢 就一般的了 那麼這個呢 就值得關注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淡友呢 可能呢 就繼續 就佔著上風的 除了這個之外呢 你應該有利淡友呢 這陣子的節目都講過不止一次 就是美國的內政呢 都比較頭赤 就是地方和聯邦的角力呢 都搞到氣氛是比較不明朗的 那麼最新的形勢呢 都是繼續 沒有好轉了 繼續惡化 因為聯邦的 即是根據 報導呢 特朗普再派多些聯邦的執法人員呢 去到不同的事 除了波特蘭之外 現在去到西亞圖 就去到芝加哥 跟著又如何發展呢 真是大家 像特朗普所說的 Let's see 究竟會 會怎樣呢 這個呢 就是美國的政治呀 內政 以此外交 都是很麻煩的 那麼這個其他原因呢 讓淡油仍然有機會呢 是繼續佔著上風的 另一個原因呢 就是看回美國的經濟股市呢 都是頭赤的 那麼 經濟方面 昨天出來的 新生命失業救濟呢 比市場預期為多 一百四十二萬左右 大概 比市場預期一百三十萬 多十幾萬 那麼已經呢 扭轉了之前呢 就連續跌 十幾週的狀態 現在 連續十八週呢 是超一百萬人 新生命失業 失業救濟的人數是超一百萬 顯示當地勞動市場 不好碰當 所以美股呢 就已經有點害怕了 加上呢 那些重磅科技股呢 就不生性了 普遍呢 下跌的 其中呢 這就是蘋果啦 看到呢 昨天跌成四點幾% 原因呢 一方面有官司 多地的消費者 去告他 涉及 對消費權益的官司 涉及 第一個 高盛呢 就出報告的人 不要碰他 原因呢 就是說呢 新iPhone可能延遲 就發售 那麼叫呢 避開 蘋果 那麼蘋果呢 就大跌了 那麼與此同時呢 其他科技的巨頭都 不多英俊的 例如Intel又跌了 因為有七納米的 晶片呢 可能會延遲 要去到 2022才行 那麼 給大家預期就遲了 那麼 就隨即 下跌了 Intel 英特爾 Tesla 特斯拉 昨天節目看過 業績漂亮的 連續四季錄得盈利 但是呢 一樣要跌 那麼 在幾個 科技股的 大跌之下 納斯達指數當然沒有運行 看到了 這個走勢 昨天節目看過了 這個 之前一天穿一穿頂 下來的 形成淡有淡公 淡有反攻 都是走勢一般的 如果不快速穿上去 就可能形成一個高低的 高低的小傷頂的格局 結果 飛彈不穿上去 還禽一棍 砍下來 砍二百多點 兩個百分之多 所以整個 科技股指數走勢 都是一般的 這個也是令淡有 有機會 繼續 發揮 當然 最重要的是恆生指數 自己本身 走勢都是 一般的 看到這個就是 恆生指數走勢了 暴力加通道 中間條 20天線和50天線 今天看到恆生指數 最低是穿過24600水平 叫做24598 24598 現在就穿過50天線 因為50天線 現在站是24614 穿過一刻 後來叫做好在 失而復得 穿過一刻 我就覺得 不是太好的 我就不喜歡穿過一刻 雖然不少人覺得 好啊 穿得好 失而復得 正 我就覺得 穿過一刻都不是太好的事 特別是 剛才提過 醫療中間20天線 20天線 既是20天線 亦都是 保力加通道的宗族 這個保力加通道的宗族 我之前節目也提過一次 如果不能夠 下市的時候 如果不能夠 快速 站在其上 很有可能 就會 下去了 下市 保力加通道的 底部 現在 很明顯 穿過20天線之後 一直在爭持 上下下下 不能夠 擺脫 20天線 反而這兩天開始下跌 今天再明顯跌穿 所以 走勢 根據保力加通道的分析 是頭尺 有機會 下市 通道底 保力加通道底 現在多少呢 就是24184 無獨有偶 24184 也是重要的支持 以形態來說 因為 恆生指數 在6月 中旬至下旬 都先後 見過24100 以上的水平 要準確地說 分別見過24123 2424 148 這和 剛才說的 保力加通道的底部 是會接近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 下星期一 科技股資料上場 不能夠有什麼刺激作用的話 那就頭尺了 特別是 如果再穿過50天線 很有可能 下次保力加通道的底部 大概 24100點左右 講到這裡 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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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